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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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 因为我当过市长 有多少公务员是不能用的 但是他一旦考上了 分发了 他就得到国家保障 这些公务员体制的保障 但是他是真正不能用的 你说不用专场吗 好好把他专场拿来看 所以适才适用也特别为他 把他调到认为 是他的这个专场应该适用的 还是不能用的 两方面 一个专业是假的 根本没有那个专业的能力 第二个 服务态度很差 他就生存鬼愤 该学的 在职 在职应该在学习的 他毫无自我成长 在学习的意愿 最简单 动用到打字 动用到打字 他就应该把打字写好 反正 我就要请他打字 动用到外语的 他应该把外语训练好 他就委外 那委外更差 委外出来的结果 那个中翻英 都是用电脑去翻的 就翻出来的文字是不能看的 所以我当市长的经验 我告诉你 你那个台南市的 古迹旅游的 那些书 最后都是我自己编的 我太太帮我编的 因为一百万出去 若把自己丢过回的东西 真的不能用 表面上拼拼错错了很大一本 但是里面毫无逻辑 逻辑 你本事要看的话要逻辑 看的话从这边看 看到最后它越看越有趣 第二个跟你事实根本脱节 所以台湾会悲哀就悲哀在这里 人力之言一直都是所谓的隐藏性失业 什么叫隐藏性失业 表面有工作造领薪水 但是它的生产力没有发挥出来 它的时间没有充分有效利用 叫隐藏性失业 那现在台湾不只隐藏性失业 还有假就业 什么叫假就业 那个失业率里面 这个15小时的工作 无丑的也算 然后这个只要有一个 一个礼拜之内 有找到工作有丑的 可能做一个钟头也算就业 所以台湾为什么现在会这么惨 就是实体经济 那工部门 工部门 这考选 考选 考用合一 考的时候就出问题了 所以到机关来 到机关来以后 会列币七组两币 我本来很有能力的 但是我看到大家都这样啊 为什么我要拼呢 为什么要拼呢 所以现在这个工部门要改革的 这个行政要改革的 不是这个阳光出口餐啊 教法务部啊 联正死啊 抓贪污啊 那个做着不动的 不做不错的 比贪污还严重啊 严重几百倍啊 不是几倍啊 几百倍啊 而且贪污里面 大概有十分之一真的贪污啊 十分之九是被冤枉的 因为他不懂得去防范 去保卫自己啊 所以国家会惨 这么惨 话说回来 我一直对台湾存在很高的期待 希望 我认为这些问题改一改 很快的 下下就 可以恢复1960年代的活力 因为我们累积了这么大的一个开放社会 民主化 还有长期的这个自信的发达 等等的能量啊 到这个时候 他应该如果加以善用的话 会产生这个爆发性的一种产能出来 但是现在爆发性的产能 最后逼不得已 离开啦 离开台湾啊 你看在台湾经营失败的企业 到中国去 会变成缴税第一名的 缴税第一名的是谁 你知道吗 在中国缴税第一名的是谁 是台湾去的啊 是这边的经济犯啊 在这边当经济犯 在那边不用逃税 而且还缴税第一名 哦 这个怎么会差这么大呢 哦 为什么 因为他中国所有的会计人员 国家考试出来的 他不只是 拥有这个记账的能力 他拥有维持 这个商业纪律 商业道德的国家任务 因为新年的时候 他就这样 我记个例子给你听哦 台南 有一个企业家 到中国去 他很聪明 我为了避税 起始就逃税 我很多零件 我都化整为零 然后用小油包 这样一直记 有一天 那个会计小姐说 老板 我要结婚了 你送什么礼物给我啊 然后她说 保证你满意 我一定包一包很大红包给你 结果不想要包多少给她 她说 这个太少了 太少了 你要多少 她开价 人民币三百万 要她结婚的礼物 红包 人民币三百万 她说 怎么可能 她说有一天 如果你不相信 很快你就知道可能 结果失货 我不怕她 我都按部就班 行归道局 我怕你什么 后来怎么样 结论 结论 这个人跑回来了 工厂放在那边 他的干部 总经理 都抓器官 为什么 因为那一个会计人员 从第一天上班开始 就跟他记账 什么时候来一包邮包 里面什么东西 拍照 就这样 累积了将近十年 你看那会计人员 对中国的政府贡献多大 台湾会有会计人员 到民间机构去上班以后 然后就为我们国家 做这种事吗 可能吗 你考出来的可能吗 你考出来的会计是可能吗 你考出来的机账是可能吗 你考出来的机账是可能吗 你当公务单位的时候 公务员可能吗 我要问你啊 没有考到道德 没有考到爱国 好 她为什么中国可能 为什么 我要问 来 考选部长 委员这个语重心长 我们真能够体会 我们现在考选部是考试机关 我们也有用人的 所以你刚刚说的现象 基本上是存在的 可是过去我们的考试 东西以比试偏重于比试 一试定江山 你可以改啊 如果只有比试你可以改啊 是是是 谢谢委员这个支持啊 因为我们想 未来的 方式多远啊 方式多远啊 你为什么不敢考试呢 会会会 我们现在是有些不会 考试自治委可以建立的 很幸福啊 像我在台南市 这个老师的招生啊 招老师啊 招考老师啊 我也是考 第二轮的是考试啊 但考试通常都是要作弊的 一个代名词嘛 但是我们就把考试弄好 我弄了三十位浮动委员 早上九点钟抽签 这个九点半报到 是是是 看你怎么去拉关系 怎么去走货门 根本不晓得哪一位考试委员会来啊 而且我把这个 这个学生啊 我的名字 通通变成代号 是是 考试要这样做才是真的啊 结果现在我们的考试啊 都变成 这个作弊的代名词 哦不 我们不会的 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第一轮啊 比是我靠我自己 诶拜托啊 要考试啦 诶中刚要遭说啦 中友要遭说啦 哪里要遭说啦 诶拜托 考试齁 要去讲啦 拜托立委啊 去讲一下 诶怎么可以这样呢 我当台南市长的时候 考试 这个百密尔维师 议员去探讨说 真的没办法 太公平了 诶我敢这样讲 就是像社会说 我做到了 台南市政府做到了 你为什么政府做不到 该考试就考试 报告委员 有一些是真的要 要跟民众接触的 他口才不好 怎么口识啊 脾气不好 清晰管理不好 怎么口识就考出来了 对不对 对 所以啊 我是说知道 您在高雄 台南市当市长的时候 那个教育界那个 真学做得非常公平啊 我们也会再去学习您 这个部分 但口识这部分 我们也要口识讲习 还有口识技巧 所以包括口识委员的 要跟上时代的潮流 考选业务要跟上时代的潮流 考选业务要跟上时代的潮流 在很多技术上等等的 你要研发 你要改进 要革新啊 要革新啊 考出来的人不能用 用了以后 發揮不了作用 那国民的 国家的这个生产力降低 隐藏性失业越来越严重 是 假就业越来越恶化 这个最后台湾完蛋了 我会朝向合格合用的方式来努力 没问题 你以前 你当部长以前是 政府市长 以前 那在以前呢 在政大教书 所以从学校出来 戒掉 戒掉 戒掉你会有这个五日经兆的感觉吗 不会 我觉得 只要这个 为 为 政策 这个 国家的考试政策 协则报国 不敢 记者报国 至少要 就是没有包袱 我没有包袱 对 就是没有包袱 只有理想 只有科学 是 用科学方法解决问题 是 用理想定定自己 这个努力的目标 是 对不对 考试应该中立的 是 为什么孙中山会把这个 撒三权变成五权呢 就是要让他中立 考试中立化嘛 对对对 用人为才 考试为学嘛 是 考试为能嘛 对不对 是 所以这些要参考参考了 是 谢谢委员指教 我们会合格合用的努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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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